这群乘客正在感谢机长的扑杀之恩 只因乘坐的是俄罗斯航空 俄罗斯航空有多硬度 据说机长80%是开战斗机出身 可以说完全不把限速放得延 当飞机进入限速空断 本来规定时速250 可他们却能飙到2300 将落实以为见不到明天太阳的乘客 纷纷站起来骑身鼓掌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无论遇上多恶劣的天气 在他们眼里都是小问题 2018年广州排风山竹登陆 中心最大风力更是达到了16级 其他家的飞机 要么迫降要么延误起来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 俄罗斯航班禁止向风暴中飞去 只给众人留下了一个帅气的声音 在龙卷风之间穿梭 里面的机舱甚至下起来 弹斗民族看了只是淡定的打死 最后航班在出发晚点了30分钟的情况 居然于14点30分 准点降落在莫斯科机场 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还有更离谱 08年小李子在乘坐俄航时 遇上了飞机引擎爆炸 他绝望地以为要去舰上飞 然而扭头却发现 整个机舱里的乘客都无比淡定 空姐更是告诉他 不用担心 我们还有一队引擎 然而也不是所有时候 俄航都这么任性 某次就因为天气太冷 发动机结冰 再跑到上洞主 于是决定停飞 然而乘客却不答应 居然合力将几十吨的飞机 推回到跑道上 要求机长快点起